拼台灣最有力監督者 台北市長柯文哲 抢當第三大黨很賣力 但倒選衝刺 民眾黨卻是連選前之夜 到底要不要讓 前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站台 都瞧不攏 這個社會有不同的聲音 你知道 其實在黨內 特別是做一個柔性政黨 你知道 我們還是強調說 每個人都可以舉手發言 所以黨內有各種贊成 或反對的聲音 這也是常態 選前之夜各黨積極規劃 民眾黨內部卻傳出 7號8號兩天會議 許多幕僚因不滿 郭台銘民眾黨親民黨 兩邊壓寶 不希望郭選前職業站台 更擔憂民眾 會因此混淆選票被瓜分 集體反對郭台銘 當晚站上民眾黨的台 應該是蔡壁吳跟高安 兩個喬時間 他們喬我就可以了 沒什麼好為難的 我倒覺得是這樣 城市在人模式在天 所以何必想東想西 想那麼多幹什麼 我們有自己的路線 自己的方法 對不對 如果人家有額外要來幫忙 那就算多的 這叫什麼 叫加法 所以嘴硬 還是真的看很開 可想靠郭台銘拉聲勢 當內卻反而窩裡反 選前職業到現在還瞧不攏 就連開票地點也搞烏龍 原先7號公布 宋山區的開票點 因臨時無法配合 8號緊急再換地方 不用去打什麼告急牌 這個一樣穩渣穩倒 多一席少一席又怎麼樣 只是說少兩席辛苦一點 這樣而已 要衝第三勢力 柯批步步為營 選將倒數關鍵日 就怕一時嘴快 又少了幾張進軍國會的票 記者政人總理一璇 台北報導